好 關於這個網軍的問題 我覺得這應該是大家最好奇的 就是說網軍在這個資訊攻擊裡面的角色到底是什麼 那我們就回到剛剛前面其實有提過 要做一個資訊攻擊當然要一個團隊 這個團隊其實有時候不用超過30個人 就可以做一次就是非常完善的一個資訊攻擊 所以網軍其實在資訊攻擊的角色 並沒有大家想的那麼重要 所以大家想像的網軍可能很多都是大家俗稱的五毛 就是他可能會在網路上帶風向啊 然後可能在特定政治人物的臉書啊 留很多這個攻擊性的留言啊 但是其實網軍呢在中國很多都是兼職的 尤其他是如果是省級或市級的網軍 他平常白天是要上班 然後可能晚上接一些案子然後做一些網路攻擊 那甚至還有很多的自乾五 就是他自己成為五毛就是他自己愛國 然後可能對台灣做一些攻擊 所以這些網路上就是所謂的網軍大量的一些攻擊 其實多半都只是要洗風向或者洗流量 那洗風向跟洗流量這件事情 其實說真的有時候不用網軍也做得到 尤其是大家應該可以感覺到 不管像是你說PTT的推文 或者說這個Facebook下面的留言 其實如果已經多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說真的你也不會再繼續往下看 看下面到底寫了什麼 所以有時候下面的留言即使非常非常的多 然後想要帶特定的風向也未必會成功 所以大家可以去思考的一件事情就是 其實今天一個新聞 不管被PO在哪裡 他這個新聞可能會放在網路的論壇 可能會放在Facebook啊 PDT啊 滴卡啊 然後下面可能會有大量的一些留言 這些留言有可能是網軍沒有錯 但大家要想像 網軍要帶風向這件事情 有時候並不是那麼的容易 當然以台灣的行銷公司的一個能耐 有時候兩邊的候選人可能都有自己的網軍 兩邊都想要帶風向 然後帶來帶去 可能到時候兩邊都沒有成功 這是很常見的事情 所以呢今天如果真的要帶風向 其實最主要是內容要寫得好 我指的內容不是那些帶風向的網軍 而是那個新聞本身 如果今天貼過來的新聞本身 本身就已經有假資訊 或者這個新聞本身內容就已經偏頗 那下面網軍要帶風向就會變得非常的容易 所以這個時候其實要是我是一個 要做資訊攻擊的人 我的重點應該要擺在 我能夠生產出偏頗的新聞 我能夠生產出假資訊 別人又不容易查證的新聞 這個時候才會有它的意義存在嘛 那這個時候下面網軍要帶風向 就會變得非常的容易 而這個時候呢甚至有時候 對方還會故意先做一個假新聞 然後先讓你澄清 然後澄清完之後呢 他再有你的澄清下面再來帶風向 我舉一個非常簡單的例子 假設我今天是要攻擊台灣 然後呢我就說這個 台灣中華民國 花了太多錢在某某邦交國 邦交國身上 譬如說台灣花了30億在某個邦交國 然後這是一個假新聞 但其實呢 對方這時候外交部 可能就要出來澄清嘛 說我們其實沒有花30億那麼多 我們可能是花29億 那這時候該怎麼辦 因為其實說真的 如果就一般人的眼光看來 30億跟29億其實根本就沒有差別的 所以當他做這個虛假資訊攻擊的時候 說喔台灣可能花30億 或者花32億 在某某邦交國身上 他想要塑造某種刻板印象 就是這個台灣花太多錢在外面 當然數字本身就是有點假 那這時候你要做澄清的時候 你就變得很緊張了 因為你說喔我們沒有30億 我們是29億 這個在下面會被別人笑嘛 大家會覺得說那29億跟30億 到底差別在哪裡 你就是花那麼多錢 所以會變成你澄清也不是 不澄清也不是 所以他們就是會用賽局去判斷 你到底會不會來澄清這個新聞 然後你一旦出來澄清之後呢 因為搞笑嘛 所以這個時候下面的人 要帶風向就變得很容易 就是說果然你看就是花了那麼多錢 那一個正常的社會討論就沒有 因為就沒有人要去討論 到底我們花了那麼多錢 這個錢是花在哪些刀口上 然後對台灣到底有什麼失憶 那種正常的一種健康的討論 就會完全不具備 因為一開始假新聞攻擊得很到位 所以下面帶風向就變得非常的容易 那下面要帶風向網軍 你要找這個所謂的外包的網軍 或者說自己養網軍 那都是有可能的 那這個時候就變得不是那麼的重要 是因為如果你一開始訊息 能夠寫得夠完善的話 下面要帶風向 甚至你不帶風向都可以帶得出來 這其實就是俄羅斯的做法 因為俄羅斯他們的預算是很有限 不像中國為了統戰 他是可以砸大錢 所以俄羅斯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之下 他們那時候就一直非常注重 我們今天能夠做出一個新聞 是我們做出來之後呢 馬上算出來對方的反應 以及網友的反應會是什麼 所以我們根本就不用網友去做事情 也不用去操縱政府裡面的人 也就是我們只要在資訊夠到位的情況之下 他們叫RC攻擊 對方的反應跟網民的反應 全部在他們的計算之中 這時候就變成是一個有效率的攻擊 但是成本又很低 中國一直以來在學這一套 所以早期對台灣資訊攻擊 還不是那麼嚴重的時候 的確你可能會看到五毛 那其實五毛也是一個比喻而已 他們其實根本就不是拿五毛 那是一個平均數 所以五毛在做這些攻擊的時候 你就看到 哇這個中國來的IP 在下面留言 然後帶假資訊 但因為其實有時候很容易發出來說 他到底是不是中國來的攻擊 所以對一般人來講 有時候也是當作笑話在看待 這也是為什麼呢 我們早期 雖然明明就知道 中國其實是有網軍的一個存在 但很多人其實心裡不是那麼的在意 就知道說 原來他們會來丟一些訊息 會來帶風向啊 會來惡意留言啊 然後會來點讚啊 但是大家知道像現在 其實根本就不需要了 如果有一個有效率的資訊攻擊 能夠做得出來 那後續的這些網軍 真的需要帶風向 外包給別人做 其實也就足夠了 那更不要講說 如果你只是想要在 YouTube的影片啊 或者特定的PO文啊 點很多讚 或者按很多分享 這個基本上用機器都可以做得到 根本也不需要這個所謂的人工 所以呢 大家如果還記得 這個在大概兩個月前吧 大概今年二月還是三月的時候 我有點忘記確切的一個日期 當時這個中國爆發了一個事件 就是說 我想起來大概在三月的時候 就是那時候不是台灣的粉專 疑似是被中國購買嗎 那這個其實就是一個很有趣味的問題 為什麼 因為今天中國的確有可能 需要購買這些帳號的需求 是因為Facebook在三月的時候刪了超多 中國的Facebook帳號 那這也很有趣啦 因為中國不能用Facebook 那為什麼會有那麼多Facebook帳號 大家可以自己去想像 但總之美國刪了很多 中國的Facebook帳號 因此呢 這個 中國的確會有需要購買的需求 就好像他們後期 有需要購買PTT帳號的需求 是因為PTT的帳號 後來不能夠再申請 所以當他們有這個需求的時候呢 要是我是一個生意人 以前我有幫中國買過這些粉絲專業的行為的時候呢 我可能就會先用低價來收購這些粉絲專業 然後收購了之後呢 中國那邊如果真的要買 因為看到那個新聞嘛 中國可能會有需求 我在高價賣出 簡單來講做生意而已 不然的話那些粉絲專業 絕對都不只那樣的一些價錢 所以這是很簡單的 你可以看到說 原來本來就有一種商業操作模式 但說真的 中國對這個也不是很在意 他們根本就沒有那麼急 要去買這些粉絲專業的需求 因為對他們的供給來講 像我剛剛講的關係機場事件 他根本就不需要粉絲專業 就可以達到一個私訊供給 所以當他真的需要粉絲專業的時候 他可以再去自己經營 或者他用大量的金錢去購買 真的比較大的粉絲專業 或許會比較有實益 雖然後來我們的研究團隊其實是有追到 當時有幾個粉絲專業 本來在討論動漫 然後後來變成在討論這個 習近平跟兩岸一家親 雖然那個粉絲後來被刪掉了 但是因為那個管理者還在 所以當時我們有追這個管理者的定位 他的確就是在中國 而且是在中國的長沙這個城市 那很明顯的就可以知道 那絕對不是中央的解放軍 或者統戰部在做的事情 他非常有可能就是一個 省級市級單位的一個兼職的網軍 然後做了這樣的一個購買 然後購買之後呢想要來做一些攻擊 結果根本就完全不到位就被幹掉了 所以第一個當然就是我剛剛講的 到底有沒有網軍他的確是有 但是我們不需要對網軍這件事情感受到特別的害怕 他們的實力並沒有大家想像的那麼恐怖 但是如果今天是由中央所策動的 第一個有可能我說過解放軍這邊策動的 或者統戰部跟解放軍合作策動的 或者國防部的網軍 他們不是國防部的網軍 他們叫國防 他們國防部的網軍所策動的 那種也是比較嚴重的攻擊 但如果今天只是市級的省級的這些攻擊 說真的其實對我們來講 傷害並沒有那麼的大 那這邊大概就是我們對網軍攻擊的一個理解 大家可以知道說 網軍其實站的地位並沒有那麼的大 但是像之前這個共青團 共青團他們就直接公佈了 就直接說他們的確有操作過第八的網軍出征 那其實對我們來講本來是屬於自發性的 但如果今天中央自己去承認 那有可能是中央發動的 但大家有時候也不用擔心是因為 他們有時候在中央 大家彼此也是要講KPI 有時候根本就不是他發動的 他又有可能說是他發動的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我們可能還是要以他們攻擊的內容 來去做嚴重性跟這個觸及率的一些判定 但真的比較嚴重的 也就是我等一下可能會跟大家提到的 就是內容農場的攻擊啊 地方爛群組的攻擊啊 空中的攻擊啊 這些還是真正有效率 我剛剛講30個人團隊就真的可以做到 而且會直接讓台灣產生紛亂的情勢 那至於一些比較普通的網軍 並不是各位所需要擔心的 歡迎收看